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轮回的故事,轮回村 小田是一个报社的职员,因为一直找不到好新闻而被主编批评 因为小田有过一次得奖的新闻,所以才得以留到现在 这天,小田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着灵芸村被诅咒的秘密 本来小田是不想管的,但是主编却让小田去调查一下 无奈的小田只得开车来到了这个被诅咒的灵芸村 到达村口,小田看到了这个烟雾缭绕的灵芸村 这时,身后来了一个邮递员,听说小田要进行采访 于是将他带到了村中 在途中,两个人路过了一片坟地 小田想问问怎么回事,但是邮递员并没有给出回答 于是,小田拿出自己的红色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 却忽然发现照片中出现了一个红衣小女孩 放下相机,眼前却什么都没有 在邮递员的催促下,小田只好先放下了这件事 见到了村长,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诅咒什么的根本就不存在 下落的时候,看到村长的孙子在弹钢琴 技术很是娴熟 孩子告诉他是在莫斯科学习的 就在小田想继续询问 村长却将孩子带走了 小田因为没有调查到什么东西,不好回去交代 于是在村子里的一个老人家里寄宿一晚 老人的家里只有老人和孙子两个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做了噩梦,小田从梦中清醒过来 却听到老人的孙子在说梦话 而且口中喊了两句,救救我之后就变成了国外的语言 第二天,小田问了老人的孙子 可老人的孙子却说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在这时,看到了老人的孙子在画人物 于是问他,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小孩告诉他,我画的是我的部队 编号803,我是其中的小野上党兵 就在这时,老人出来阻止了孩子的行为 于是,小田向朋友求助,并且调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存在前世的记忆 就在这个时候,红衣女孩小红出现了 小红就是给小田寄匿名信的那个人 小红告诉他,除了拥有前世的记忆之外 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但是还没等说,村里人就抓走了小红 还让小田天黑前就要走 这彻底激起了小田的求证心 于是,他将车开到一半 跑着回到村里救出了小红 并且让小红告诉自己这个村子的一切 答应小红不会向别人说是小红告诉自己的 就在两个人路过村口坟地的时候 小红却不走了 小红向小田展示了自己手臂上的胎记 这让小田想起了之前自己得奖的那次新闻 之前得奖的新闻也是因为有个人向自己举报 并且自己也答应了那个人 不会向别人说出是他告诉自己的 但是自己并没有遵守约定 导致秘密泄露 举报的人也因此自杀 而这个举报人的手臂上 有着和小红手臂上一模一样的胎记 小田惊悚地看着小红 他彻底地明白了 小红的前世就是向自己告密的那个人 而如今是来找自己报仇的 猛然回头小田看到了村里人冷漠地看着自己 村长看着小田地说 这个村里的人都有有前世的记忆 而且前世都死得非常悲惨 所以会把前世害自己的人引到这里报仇 为了制止这种风气才把小红关了起来 但是小田却将他放了出来 小田颤抖地向村长求助 但是村长冷漠地望着他说 太晚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邮递员和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到了村口的坟地 而坟地中恰好多了一处新坟 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的照相机 天道轮回 因果循环 谁又能逃脱地出去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欢迎关注大雄观影 留言多多支持 每天一部好电影 丰富你的业余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